回想你听到上帝对你说话的一次经历 不论内容是一个应许 一个确认 或叫你知罪悔改 你当时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你是否照他的指示采取行动 还是静坐 默想 那是否真的是上帝的声音呢 或许你非常确定自己听到上帝的声音 但却仍犹豫不决 路加福音第二章说 当天使告诉牧羊人耶稣降生了这个喜讯时 他们急忙前往寻找耶稣 他们并没有原地等候 而让怀疑趁机深入 相反的 他们立即回应 这可需要很大的信心呢 当然了 他们很想见耶稣 不过 他们也有属世的顾虑 到底该如何处理他们的羊群呢 他们是否应该先告知家人呢 他们的穿着是否合宜呢 他们只不过是牧羊人 真的配得去见万王之王嘛 这些牧羊人 完全没有让这些 我们在同样的情境之下 可能会问的任何问题 拦住了他们 立即回应上帝 当我们跟随耶稣时 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对上帝忧意不决 就等于是开辟了一块 容许怀疑 害怕和不安置身的原地 这些都不是处于上帝 当你听见上帝给你明确的话语时 要信靠祂的指示 祂会装备你去做祂要求你做的事 回应祂是你唯一该做的事 今天就来启动你的信心 事先决定好 无论如何 都要顺从上帝的指令而行动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啊 谢谢你对我的宽容 过去你对我说话时 我曾多次忧郁不决 求你饶恕我 我要遵循你在我身上的计划 求你加强我的信心 帮助我在听到你声音时 能立即做出回应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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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